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恰好被其中一个男生的女朋友看见了 于是就和小美的朋友们打赌 双方约定打一场泰拳的拳击 而小美却在犹豫是否应战 而另一头我们的男主小邦救了一个落水的大叔 由于这个大叔 所以小邦身上的衣服都是湿漉漉的 小邦就这样走回了家 回到家后 父母看见他湿漉漉的样子 也不添小邦的解释 就认定小邦去去玩水了 母亲一边打着小邦 一边感叹自己的不幸 丈夫酗酒孩子不听话 让他觉得非常的悲哀 夜晚来临被救了的落水大叔 来找小邦的父母表示感谢 小邦的父母这才知道 自己误会了孩子 推开房门 落水的大叔将一封信 放在了小邦书桌上 而桌子上放着小邦 参加交际舞比赛的照片 再回到小美这边 为了不丢自己学校的面子 小美她们去找了校长 表示学校不能这么被人看不起 于是校长也答应了这场拳击比赛 小美和她的朋友们不负众望 全力赢得了比赛 而为了在东盟学校中脱颖而出 校长想加强交际舞的训练 为了在东盟的国际交际舞的比赛中 为学校争光 我们男主小邦则是交际舞的一员 在捐巧合下 那位落水的大叔 也向小邦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原来他就是泰国前几任国际舞的冠军 在大叔的指导下 小邦和他的舞伴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成功地进入了决赛 你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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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次训练中 小邦扭伤了自己的腰 眼尖来不及参加三天后的比赛 同学们都非常的着急 情急之下 同学们跑遍了全市的药店 去寻找治疗扭伤的奇药 经过小伙伴们不懈的努力 寻找和坚持之下 终于找到了 这一个治疗扭伤的药 但是这边的小邦还没有恢复 老师已经重新递交了 参加国际舞比赛的名单 事情再一次陷入了僵局 好在小邦还有一群热心的小伙伴 先是由学长偷偷地跑去了电脑室 替换了菜菜名单 然后在比赛的当天 学姐们给那位替赛的舞组人员 喝了拉肚子的牛奶 才能让小邦上场 虽然老师也知道了同学们的计划 但是也并没有责怪他们 也总算是上天不负有心人 小邦最终赢得了国际舞的冠军 同学们抱在一起欢呼喝彩 庆祝冠军的来之不易 就在这时 突然小邦被告知 来参加比赛的大叔是被人假扮的 真正的大叔却出了车祸在医院里 来不及反应的小邦 立马地跑出了赛场 准备去找大叔 兜兜转转 几经寻找 终于找到了在轮影上的大叔 小邦激动地告诉大叔 自己获奖了的消息 大叔也非常欣慰地 搂着小邦的肩膀一起欢呼 在影片中出现的插曲 也都非常好听 让小编沉迷许久 那么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每个人的青春经历中 有伤痛有欢笑 有热血有梦想 小邦是幸运的 他有一个愿意陪他一起完成梦想的大叔 小美是幸运的 他有一群陪他一起欢乐歌唱的小伙伴 喜欢敲架子鼓的小福是幸福的 他有彼此喜欢的人 最好的一年是那个有梦想 也还在挣着青春的我们 向着未来向着阳光 这就是我们最好的一年 都是最好的我们 大家有什么留言 不妨在我们的留言区唱出预言吧 让我们下一期再会 最后小主别忘了关注点赞哦 谢谢大家